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卷为望月空长潭 美人如花隔云端 长相思在长安 长相思催心肝 你能相信这是李白写的诗吗 没错 他就是这么思念长安 想得他心肝都碎了 为什么思念长安 因为长安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只有在长安 李白 他的思想才能飞扬 只有在长安 他的才华才能发光 也只有在长安 这个浪漫的诗人 才能成就他的梦想 欢迎来到经典 应该的 谢谢 我听说你是直选李白的 我很喜欢那种傻偷 而且这里面呢 我觉得他写景 非常的好 感觉上就好像古代的相机 透过他的文字 其实你很清楚的 他给你记录的是画面 他的怀念度非常的高 期待期待 待会我们在台上 好 一定一定 有请经典传唱人 遥看千年古都 游走在历史的长河 我聆听着长相思 随岁月的长流 梦回大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经典传唱人 林志炫 我把长相思 唱给你听 Azhi 唱相思 在长安 若为秋天静静来 为霜气气颠色寒 无能孤明似欲绝 全为望远空长谈 美人如花 隔云断 山有清明之苟天 下游露水只光满 天长路远 魂飞枯 梦魂不道 满山南长相思 最心甘 若为秋天静静来 为霜气气颠色寒 无能孤明似欲绝 全为望远空长谈 梦魂不道 美人如花 隔云断 山有清明之苟天 下游露水只光满 天长路远 魂飞枯 梦魂不道 梦魂不道 满山南长相思 最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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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送给经典团唱人 林志炫 谢谢 好听 谢谢 突然发现说 林志炫 你其实特别适合唱这些 经典诗诗词和历史性的歌 他的声音很轻烈 历史时间是很冷的一样东西 不会因为任何东西改变 他就是作标 对 但是林志炫的声音又很有爆发力 历史是起起伏伏 所以他要张的时候可以张 他要收的时候可以收 我突然觉得 你其实早应该尝试这样的曲风 这样的歌曲演绎 太适合你了 的确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 在这个节目里面 有千百年来 对 优秀的磁作家 在这边等着为我们服务呀 这在现代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你去哪里说 我要收歌 然后一来来三千首 这个是很难的 林志炫 他是一个特别虔诚的歌手 他不只是在旋律方面进入角色 他在自己也要进入到 这个意境当中 所以我感觉刚才 那个场景的设置 和他自己徜徉期间 你没觉得吗 其实啊 人家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李白 哎呀呀呀呀 过于过于过于 您穿的 您真是知音 林志炫 逗号 自态白 要的就是这个范 会选李白的原因 应该是个性跟他有点相似 我向往他的洒脱自在 因为我们讲师胜 杜甫 斗甫 师佛王为 师仙 礼白 忧国忧民 律己慎言 是为圣 与世无争 是为佛 可是呢 才华出众 生活入世 依旧风花雪月 是为仙 所以三者里面 真的要我选的话 我当然选仙呀 在下内心依旧有风花雪月呀 这样一个传唱作品 这背后究竟还有多少故事 接下来将舞台交由三位建商团成员 进入这首作品的 简商时刻 这最真切的感受 觉得好像林志炫终于找到了你真正想唱的歌 真正想去触及的东西 所以你如此的享受其中 我想要特别去阐述我想象中 长安对礼白的重要性 是 其实我在读这些诗的时候 当然要对照唐代的长安 当时的长安应该已经是一千多年以来的重要的古都 而且应该是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 过百万 破百万 那唐代又是一个文化辐射力很强 同时也能够全然包容四周为一帮的文化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刚刚歌伴奏里面出现了空喉 同样也出现了二胡 二胡是应该是北方传来的乐器 但唐代之后呢 却能够很自然地加以应用 那样的一个朝代文化的多元 然后包容 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很想回长安的 您去过长安吗 去过 因为我就是西安人 对 我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 你看他脸上的那个笑容 那个骄傲 其实大部分就是演出 但是呢 长安的古城墙 我那时候在进 第一次进是很早的时候 一进城就有那个感觉 因为在那之前我去过京都 我去过 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一看就知道 就算你没读过文字 从建筑上也可以看出来 唐朝深深地影响了日本 对 因为我跟您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就是城墙 大概只相当于原来长安城的 我们登根英有七八分之一吧 天哪 原来的确是很大 原来唐代的长安城是84平方公里 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 对 在当时的确是 对 然后在它的北边 有它的工程 著名的大明宫 大明宫您知道的有多大吗 有五百个足球场那么大 是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 最大的宫殿群 所以唐代当时强大 富庶 自信 才会出李白这种人 太高兴了 骄傲 真的很骄傲 所以我觉得她是真的很爱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 太棒了 谢谢 我只不过是透过游历 然后就我眼睛所看到的 然后我本身学土木建筑 就从土木建筑的部分 这些都是感受 所以我刚才看见 这后边这个背景 特别好 特别好 就把你哗一眼 而且那个灰飞烟灭突然 那个感觉特别的 特美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聊 这个整个背景的设置的时候 我原来的想法是 因为对于李白来讲 他会魂牵梦影的 就是长安城 那对他来讲 长安曾经是彩色的 不对 但有的时候 他真的在思念长安的时候 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可能对他而言 长安会是黑白的 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就是 我希望能够透过 固定的一个长安城的景色 但是不同的色调 和建成的变化 然后跟这首歌的结合 我们不管从视觉上 或从听觉上 努力地 我不知道我能够做到几分 努力地去还原 当时李白写 《长相思》这首歌的心情 当然我们后人 只能用想象的方式 至于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当然只能说尽力而为 你说得好 在您的歌声当中 今天我们重回长安 真的 感受那种繁华 感受那种融会贯通 对 回望长安 梦想圣堂 然后让我们的 现在的生活 能够在一次一次的 回望当中 再次走上辉煌 当然我们在这边怀念 大唐的盛世之余呢 我会希望 我们用 曾经的盛世文化 来创造 今天的文化盛世 这也就是 《经典永流传》 这个节目 为什么 必须要 到来的原因 太棒了 谢谢 谢谢您今天所有的分享 让我们后会有气 后会有气 再次感谢 经典传唱人林志炫 接下来来开启 属于林志炫的 分享通道 我是经典传唱人林志炫 如果您喜欢这首 《长相思》 请扫描 荧幕上的二维码 与我一起 读读诗成曲 传唱经典